从去年3月执行MCO1.0时 政府在防疫政策上就严格规定 凡是从国外回来的大马公民都需要隔离14天 极力阻挡从国外输入的新冠病毒 而后来卫生部在科学依据之下 把回国者的隔离期缩短到10天 但边界的管控依旧是非常严格的 但今天卫生部长阿亨巴巴签署电子线报公布 从今天开始到8月1号 也就是紧急状态的最后一天 在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第15条文下 内阁部长从国外官房回国后只需隔离3天 或是观察至部长不会对公众造成威胁之后 就可以获准外出 那么这项宣布一出 马上在网络上引起网民暴动式的抨击政府 又在双重标准了 普通老百姓回国都要自费住酒店隔离10天 但为何部长大人却可以只隔离3天之后就出来趴趴走 在网上这股愤怒的情绪 网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要求政府检讨现在的防疫规定 顺带标签 要求卫生部长阿亨巴巴辞职下台 那这个标签甚至登上今天推特上面热搜榜上的第一名 那网友就贴文他形容 很明显我们的政府并没有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反而利用紧急状态的漏洞来宣布对VIP们有利的规则和法令 这不只是双重标准 简直是部长标准 那么后来为了平息众怒阿亨巴巴再次发声明澄清 只有在官访的时候有严格遵守泡泡行程的内阁部长 被允许只隔离3天 其他没有遵循泡泡行程的部长还是要隔离10天的 好了我们来说所谓的泡泡行程是什么呢 泡泡行程是说部长在官访时只会会见官方代表和出席官方活动 他们不会参与其他正式会议以外的活动 但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是 部长从国外回来只隔离3天真的够吗 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很不客气地指出 部长只需要隔离3天 这是给部长的特权 但病毒不会因为你是部长就不找上你 这是防疫大漏洞 随时都会爆发部长感染群 Base on science 三到七天趴趴走的话 危险 如果是有travel这个情况的呢 如果是有跟主导SOP的话 又有特别的主别来保护他的安全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 policy是行得通的 这个是在一个人的个体来 就是一个个人的情况 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是一大群人很多人 就几亿人的话 这个政策就行不通了 国大医院急诊顾问专科医生陈驼良 在接受八点七日报视讯访问时强调 官员出访回国后 只需要隔离三天 并不是不行 但条件要很严苛 出访过程必须有卫生专员监控 防疫要全程做到滴水不漏 否则回国后的三到七天 都是病毒潜伏期 每天都有发病变成传染的可能性 而且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在受访时抨击 别忘记第三波疫情 就是因为境外输入病例而爆发的 那现在要是放宽给部长 只需要隔离三天 肯定是很大的防疫漏洞 甚至可能会爆发部长感染群 疫情管控的好的国家 没有人是少过一个星期的 中国甚至执行14加7加7 三天肯定是不可以 因为很多的病人发作的最高空期 其实是五天到十天那个期间 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合情理 没有任何的可惜根据的 另外针对卫生部在产名 只有出访时 有严格遵守泡泡行程的部长 被允许只隔离三天 其他没有遵守泡泡行程的部长 还是要隔离十天 李文财是毫不客气的抨击 这样法令还有什么作用 如果你去到那边 你没有接触其他的人 老乡如果你没有接触其他人 你去外国看沙滩 我有话指证明 我也可以遵守这个泡泡的安排 你是否可以让我隔离三天 肯定不可以的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个别的安排的话 这个所谓法律就没有意思的 你法律必须要一致 你没有所谓部长就可以试试 前副卫生部长李文财认为 防疫法令必须要一致 不分彼此 就像病毒不可能会因为你是部长 而不缠上你 让官方回国的部长 只需隔离三天 只是在给部长特权 同时也是跟法律背道而驰的 而且首相纳吉 今天也在他的面子书上 重提去年沙巴周旬时的情况 当时就是卫生部允许 从沙巴回到半岛的人士在家里面自主隔离三天 结果就发生了 有三名前往沙巴助选的周议员 在结束三天隔离期后 才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这些事情都还历历在目呢 那姐还说现在在国外是已经有了变种病毒 所以要是放任部长只是隔离三天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因为变种病毒的传染率已经更快了 至于大马卫生联盟今天也发文告强调 反对这一项新调整的隔离措施 卫生联盟表示 豁免部长隔离期缩短到三天 会造成双重标准 破坏我国遏制疫情的努力 甚至他们还语气很重的在文告当中表示 他们对这一项新颁布的指令感到很失望 同时也促请政府要撤销这一项新指令